好 再來關注的是 立法院首都審查 國會改革法案朝野立委 爆發了好幾波的推擠衝突 像今天民主黨立委 陳庭飛就拿出了 7到8秒的監視器畫面 指控國民黨立委 徐巧新刻意攻擊 但徐巧新則反倒 拿出完整版的影片 陳庭飛疑似受到 其他立委碰撞 才會跌倒受傷 拿出立院17號議場門口 8秒監視器畫面 立委陳庭飛說 這次藍尾徐巧新蓄意傷害 鐵的證明 徐巧新反倒公布完成影片 委員蜂勇進入一場瞬間 陳庭飛疑似是被洪生漢先碰到 接著藍尾振振前撲倒 徐巧新否認自己踹打陳庭飛 兩人只有在地上互相拉扯 我們在地上有做一些拉扯 可是並沒有拳腳相向的動作 然後羅庭委員也在旁邊 他就要把我拉起來 他把我拉起來之後 陳庭飛委員就重重的推了我一把 我跌倒的時候身旁有哪些 其實我也搞不太清楚 因為確實當天 這場面是混亂的 這段完整版畫面 還有很多漏網鏡頭沒被看見 像是萬美林老早 就被放到一場裡面 黃國昌和顏寬恆兩人守住議場門口 眼見藍白立委都已經衝進議場 佔領主席臺 黃國昌則轉手到簽到臺 互助萬美林不被插隊 轉身一個move壁咚 兩人維持著姿勢足足快要10秒 要確保萬美林能夠第一時間簽到 而增強主席臺的立委們 還有女立委撲該四腳朝天 為了國會改革法案 立院朝野展現平靜 TVB的新聞花生生 李宗澤台北採訪報導 沒有錯 就是為了國會改革法案的表決 四天院會都上演全五行 朝野立委爆發激烈的肢體衝突 先前民進黨立委郭國文跟邱志偉 才怒告八名國民黨立委殺人未遂 而昨天國民黨立委羅志強 也因為被民進黨立委邱燕呼巴掌 將提起訴訟 就算被告也沒再怕 起因民進黨立委邱燕 28號用扇子呼了國民黨立委 羅志強一巴掌 羅志強決定提告 事隔一天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喊話 以對話代替對抗 我好像到現在沒聽到他們有道歉吧 什麼叫降低對立 我是被打的人 你降低了對立 你打了我又跟我講降低對立 民進黨不要再玩這種雙標的兩套標準 羅志強不領情 國會推及場面 一共四天以十七號肢體衝突最激烈 先後墜落主席臺 民進黨立委郭國文和邱志偉 提告八名國民黨立委殺人未遂 就算立法院全武行在所難免 過去也有撤告經驗 柯建民過去更曾勸自家立委以和為貴 但這回傷勢不像從前輕微 恐怕還是法院見 一馬歸一馬 他要合的話我就不求贊 他要贊的話我就不起合 毫無車高的理由 他們死不認錯 本來應該該追究我就追究 最近很多委員都在互相控告 我覺得未來的立委員的和氣 會不會受到影響 好 謝謝 即便未來大家要共識四年 但一筆歸一筆 尤其對這兩位女性立委而言 似乎更是必須 民進黨立委林淑芬 這一拳下去賣一針淚素勾起家暴離婚陰影 而被民進黨立委中嘉賓爆摔在地 臀部大面積淤欺 也不能這樣過去 立法院四天全武行朝野沒打算 輕輕放下 體驗新聞動用具謝侯日夜風偉 楊佩玲還常報導 而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王毅川 日前在節目上表示 用手機訊號的定位去分析群眾 引發爭議 民進黨今天澄清 王毅川是綜合個人搜集到的資料 跟觀察所做出的結論 呼籲在野黨不要再做不實的揣測 不過台北地檢署已經主動針對了 王毅川前分他自案調查 要釐清是否設有不法 立法院三讀通過 確定將總統國情報告常態化 還要採疾問疾答 民進黨立院黨團隨即反制 將提釋憲 那總統怎麼看 每說明白的是 釋憲期間總統去不去國情報告 立院警咬核線合法為前提 看來免不了長期抗戰 但這幾人點的禍就怕療緣 為什麼他會知道這些事情 知道這些人的年齡分布 知道這些人的不重複 然後主持人在台灣當中 你怎麼會知道 他說我們是從手機訊號 主持人就現在科技這麼近 所以他講得非常清楚 從機翼立台的手機訊號 他的評論是他眾人 個人眾何他所收集到的資料 以及觀察所做出的一個分析跟判斷 那這個裡面內容呢 並不涉及人民的個資 也沒有所謂的國家機器介入 幫自家的政策會執行長王毅川辯護 民進黨中央進一步解釋 王毅川是基於綜合現場 網路資訊問卷調查等資料 事後進行的媒體分析評論 還公布民進黨選前之夜和民眾黨519小草行動 以及立院524青鳥行動 年齡層和性別比例的不同 強調不需要個資就能判斷 這個不用太去太去把他交往過正 或者是太過於去解讀 他說那是血肉個資 輕描淡寫幫黨員還假 指示台北地監署29日已分他自案調查 要了解王毅川有沒有違反通勞法 這口舌之快的來龍去脈 王毅川也得向檢調說清楚 TVN新聞中山南 謝文翔 劉靖廷 エリー小組 台北報導 國會改革法案三圖通過 其中國會調查權的部分 監察院痛批是違反五權分立 對此國民黨總召傅昆琦就表示了 監察院只查藍不查綠 未來一定要廢除 不過國民黨中央被問到了 廢監院的議題則說 五權分立是國民黨的長期主張 國會改革三圖後 國民黨團總召傅昆琦想乘勝追擊 只是怎麼會突然聊到 廢監院這話題 就是因為監院第一時間發新聞稿 強調立法院的調查權 本應受限制 監察調查權以及司法偵查權有別 不應重疊互相妨害 造成公務員無所适從 只會辦藍不辦綠的監察院 今天還有臉站出來 對立法院 對台灣的單一國會來指指點點 這真的是不倫又不類 總召這話說得凶 白銀總召黃國昌認同加一 那黨主席柯文哲呢 柯主席表贊同不意外 倒是朱中央對這議題有點尷尬 認同監院只查政敵 但不認為應該廢除 或許也是因為這可是國父孫中山的制憲理論 豈能一句話說廢就廢 聽政權部分立法院有監察院沒 而調查權的差別在於立院可以成立調查委員會或專案小組 調閱資料文件 人民若違反不想提供 罰還一到十萬元 官員違反送監院調查 而監察院調查權有強制力 不只政府機關人員部隊要接受 資人團體也不得拒絕 看來的確部分職權有重疊 差別只在想發起調查 可以不用透過監院 而中國大陸對台軍演上週五才落幕 但國防部下午徵獲了大批共機跟共艦 研判在台灣周邊執行聯合戰備進巡 專家分析不排除是針對最近美國來訪的國會訪問團 另外軍事民也接獲了國軍 在空中的人道救援訓練被干擾的錄音片段 29日早上7點多 軍事民截獲這段錄音 不清楚干擾方是誰 專家這樣解讀 就中共來說 當他在執行這些相關演訓任務 或操演的過程的時候 當他有去注意到說 我們這附近可能也有一些基建 在進行一些行動 他自然會採取一些相對應的措施 在公務軍的聯合力屆2024A對台演習上週五 才落幕還不到五天 為臺灣西南公域高度5800公尺的中共軍機 注意你已進入我國語 你將我非常安全 立即回轉玻璃 此下午3點20分時起 國防部陸續徵獲中共蘇凱30 運8以及無人機等各型主輔戰機 以及28架次出海活動 其中18架次漁越中線及其延伸線 進入我北部中部以及西南空域 配合共建執行所謂的聯合戰備警區 谷軍強調運用聯合情監針手段嚴密掌握 也派出任務機艦 及按置飛彈系統應處 但與此同時在金門 這是另外一個編隊 14604 旁邊有一艘我放新方艇在警戒 航氣圖也顯示至少三艘中共海警船 出沒金門限制水域 我海巡全程警戒 他會想要表達的就是一個常態化 應該是針對美國最近來訪的團 周一才接見來訪的美國眾議員訪團 總統29號早上又接見來訪的 美國跨黨派參議員訪團 對於中共軍演國安局分析對岸企圖 一個部分是以美 懷疑美國能夠來協防台灣的能力 第二部分是所謂的宜軍 質疑台灣的國軍有自我防衛的能力 那第三個就是所謂的依賴 質疑我們的新總統 有管理兩岸關係的能力 蔡明燕也指出中共想把台海內海化 針對種種灰色地帶手法 我方不得不提防 TVB的新聞 線文向劉婷婷台報道 好 最新畫面來看 回答執行長黃仁勳 今天來到松山區的私塾餐廳用餐 那麼來看看晚間的最新畫面 最了解同桌的 還有非常多的企業大佬 包含了台積電創辦人 張忠謀 廣達董事長林百里等等 那麼我們看到的最新畫面 也是他們在用完餐之後 出來跟大家揮手之意 我們繼續來看 交給記者余品傑 好 回答執行長黃仁勳 他這一次來台灣 所有的行程都讓大家非常的關注 而就在今天晚上 他不是要逛夜市 而是來到松山區的 這一間餐廳要來用餐 而據了解裡頭不只有他 還有非常多的大咖 像是稍早 我們透過畫面就可以看到 由台積電的創辦人張忠謀 以及廣達的董事長林百里 以及還有這個蔡民宗 蔡民介 梁次鎮等等的大咖 都聚集在裡頭 而外界就猜測 可能就是要講一下 這一次公演員的關係 甚至還有小朋友說 他自稱是黃仁勳的粉絲 來到現場 已經等他等了超過半小時 還拿著自己的筆跟紙 要來給他簽名 馬上帶您來聽一段現場訪問 對 然後看欽名 你準備什麼東西給他 欽名的問題 還有 你等他等多久了 也沒有很久 就大概5到10分鐘吧 你怎麼知道還在這 因為我剛看到那個車子啊 然後我就滿好奇的 然後就走過來 然後可以看到小朋友 真的是非常開心 他甚至說為了要等黃仁勳 等兩個小時都沒問題 而我們看到現場畫面 非常的熱鬧 非常多的民眾 都來到現場要來等他出來 甚至我們也可以觀察到 有非常多的保鏢來到現場 要來保護一下這些大佬的安全 像是我們稍微觀察一下 就至少有8名 而他們也非常貼心 看到媒體在現場等候非常的久 於是有送出這個水餃 要來給大家 那麼以上就是現場最新 再把時間交還革命 而黃仁勳中午則是驚喜的出現在 北市的王继府成肉粽 引起大批的民眾圍觀 邀簽名跟合照 甚至吃飯時電視 剛好播到TVBS的報導 報導他自己的新聞 這也讓黃仁勳馬上到電視前 跟自己合照 被團團圍住 走廊快塞爆 一下合照 一下又忙著簽名 AI教父黃仁勳 29號中午驚喜出現在 王继府成肉粽 吃飯也沒閒著 不只抽空拍照 後頭電視就剛好播到TVBS 報導自己的新聞 馬上衝到最前頭 來將雙人勳合照 只是除了拍照也很暖 看到有人受傷 馬上過去關心 黃仁勳帶隊26人一起到 王继府成肉粽吃飯 前一天定了位 點了粽子挖粿 還有魚丸 他回味台南家鄉味 吃粽子也提前過端午節 人家過來照跟他拍照 他也起來跟人家拍照 非常非常的親民 任勳美食地圖在嘉伊 前一天則是到陵江街吃水果 買水果大客芒果冰 也跟妻子手牽手甜蜜 也大讚台灣AI 先前就說過台灣已經在AI中心 更說很期待提供協助 證實週一跟張忠謀夫妻用過餐 接續還會拜會其他大廠 同時回答也在創紀錄 28號每股盤中 1149.39點創歷史新高 最後收盤大漲將近7% 光5月漲幅將近32% 彈動納斯達克指數 首度突破1萬7千點 靠回答納斯達克表現家 台股也想拼硬吧 期待黃仁勳來台 帶動股市 也讓全球看見台灣AI實力 體育新聞兩男家提台北參謀 AI是一大焦點 而回答也對生醫產業積極佈局 他的詞太低 就代表容易這個貧血狀況產生 那如果他太這個太高的部分 也容易造成其他心臟相關的風險 螢幕上密密麻麻的數據 這裡記載的都是每一位 洗腎病人的身體狀況 只要和傳統的血液透析機器連結 就能跑出數據分析 北融所研發的血液透析 即時分析平臺 是和揮答的AIoT平臺來做合作 如此一來的話 就能夠透過大數據的分析 精準的來預測血紅素 以及AI預測脫水量 這樣子的話 就能夠幫助洗腎患者 來減少後續的行衰風險 醫師按照過去的經驗療法 可能會有一些誤差 經過兩三個禮拜之後 很可能體液就堆積過多 而造成可能會有廢機水 或者是體液不足 而造成洗腎的過程中 掉血壓的問題 把我們過去所有病人 在這十年裡面 肝體重的資料庫建立起來之後 然後來預估病人的肝體重 把過去十年資料匯診透過AI 計算出病人適當的肝體重 就連有心衰竭風險 也會發出預警提醒 醫師就可以提早介入治療 其實早在二零二零年 北榮就超前部署 開始研發這一套機器 因為醫療搭配AI勢在必行 病人在過程中 假如適當的透析脫水 它就不會造成脫得太乾的時候 會抽筋 然後掉血壓 然後假如脫水脫得不夠 可能經過一兩次之後 有些病人心臟功能不好 可能回到家 過了隔天之後 就廢積水跑急診室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風險 也是我們要解決的一個 很重要的課題 照S光對一般民眾見怪不怪 但這個軟體發想 不只做到精準醫療 同時還加入預防的概念 一次系統可以跑一千五百張S光片 最快一張只要三秒鐘就能完成 那這個S光如果是正常的話 基本上就不會有人再去看這個S光 可是如果把你一個軟體呢 導入以後 其實可以幫助你去篩檢說 你有沒有這個骨質疏鬆的風險 那我們就發現說這是AI可以運用到公共衛生領域的一個機會 三月的GTC大會上醫療保健更是一大焦點 回答也進攻這塊領域 執行長黃仁勳以晶片發展比擬未來的藥物研發 認為電腦模擬技術能大幅降低過程的複雜性以及錯誤率 連家恩也同樣看好 他甚至可以預測說這個東西在動物的體內的安全性跟有效性 所以可以跳過動物實驗 那跳過動物實驗就是可以節省很多的經費跟時間 你可以在晶片上面做仿生物的一個晶片 在上面去預測可能這個藥物在人體的一個反應 像進智慧醫療不止科技大廠醫院工研院也及早佈局 這款眼底影像AI判讀技術協助醫師判斷眼底病變及時挽救勢力 過去幾年其實大家做比較多是像影像分析 因為影像分析在AI的分析裡面 它的資訊的含量是最高的 那因為資訊含量高 所以它可以被分析的各式各樣的應用 還有它的價值可能也會比較容易被凸顯 醫療是一個很特殊的AI的應用 那任何的發展其實AI主要都是用來輔助醫療 而不是幫任何人做決定 這是最主要的關鍵 那有這樣的關鍵的理解之後 它可以用在非常多的面向 搶劫生醫產業的野心越來越多業者投入 但醫療牽涉廣資料搜集的隱私 又或者醫療專業性 還有攸關健康的可行性 即便有強大的AI算力 智慧醫療仍充滿不少挑戰 TB的新聞李恩智莊啟元周宣 台北新竹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